12月14号 一群呼吁加沙停火的团体 短暂封锁了美国费城的76号洲际公路 随后当地警方逮捕了数十名抗议者 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 大约200名抗议者聚集在费城艺术博物馆附近的 76号洲际公路上的春天花园街大桥上 抗议者们穿过76号洲际公路游行 同时在立交桥上悬挂着写着 让加沙生存等标语 该组织短暂地封锁了76号洲际公路的西行车道 然后继续前进 当地警方称 警察跟宾夕法尼亚州州警逮捕了32名抗议者 可舜的名指约 Begin 名指约 快速 装装 再小心 感谢观看